新北市石门区的草丽渔港 原为小型渔船及山板停泊处 但因港区甚浅 随着时过境迁逐渐没落 为了协助港区转型与活化 近山区渔会与新北市政府渔业处合作 打造成全新的渔港咖啡馆经典草丽驿站 除了基本的海景咖啡园 店内也提供钓具租借服务 将荒废的草丽渔港变身为垂钓天堂 原本它是一个加油的游库 其实早期那边是有渔船会加油 后来就没有 有一些渔船比较大一点可能就到腹肌 所以那边后来就没有只剩下小船 小船他们是不会用到柴油 他们都用起了 它的外观就会破损 就是会影响到整个景观 因为它那边又位于在台卫线上面 其实这样是不好看 所以我们有跟市府 我们新北市政府这边提议就说可以就是去改善一下 也谢谢那个新北市政府约束那边帮马规划一个驿站 111年的时候就新建完成了 就是我们现在要我们渔会经营的这个经典草丽驿站 草丽渔港在我们的驿站还没有新建的时候 然后那边已经有在让草丽渔港去转型 所以市府他们就是在草丽渔港那边有办一个活动 那之前就是有海渔港的那个计划 还有北海叶金山山这方面的活动 所以之前有在规划就是说开放草丽渔港去钓鱼嘛 然后又配合这个相关的这些活动 然后就是慢慢的让草丽渔港就变成一个草丽的钓鱼天堂 那在我们的草丽驿站新建完成的时候 我们驿站里面也有包含就是钓具的驻介 对然后里面我们也有食鱼教育 然后里面还有这些一些饮品 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些特色 我们就是把它融入在草丽驿站里面 经典草丽驿站融入艺术气息与美学 翻转民众对渔港既有的印象 透过艺术品的创作将艺术力融入草丽渔港 让渔港文化与艺术环环相扣 提供多元化服务 以及满足不同客群的休闲游气需求 因为这个我们这些海之音的装置艺术是其实是跟那个我们跟艺术家 蔡坤林艺术家 他是做很多水管相关的艺术装置的艺术家 那当初跟我们合作的时候就是有说希望说透过这个作品 来传达说海洋跟我们人文历史的保护 以及对于海洋的一些观念 就希望说让所有来到这边看到这个装置艺术 还有看到这些形象的作品的观众都可以感受到海洋文化 那主要是整个我们整个草丽渔港有四个部件所构成 包括说屋顶刚应该有看到就是那个珊瑚造型 那它就是它的概念就是要引来海风的声音 那整个环绕在我们整个建筑物周围的那些水管 就是象征整个洋流的动态流动的一种异象的感觉 就是在白色的顶然后蓝色的管子这样子 大咬猫的部分我们也是透过那个著名美术馆的合作 然后有跟王俊豪这个艺术家来做合作 那这艺术家他也是有多年的雕塑的经验 那他当初会来设计这个可爱的大咬猫 其实他是想要用趣味啊铜趣 这种跟一般人比较能感受得到的感觉的造型 来融入这个我们渔港中 然后也强调说我们整个草丽渔港 就推广亲子友善钓鱼这种异象 所以才设计这个猫形象的大咬猫 在发展休闲渔业产业之余 金山区渔会与新北市政府 也致力于文化传承及推广食渔教育 努力保留并传承金山地区古老的捕鱼法 奉辉啊 透过举办活动 推广课程传达食渔教育的理念 让草丽渔港保有传统文化的同时 也带来创新特色的新面貌 那像目前的话我们大概就是推奔灰啊 奔灰啊它是五月到九月 这段期间我们可能就是用奔灰啊的 一些比较活泼的图片 我们就是在我们的驿站里面去呈现 那我们也会比如说有一些幼儿园啊 他们会办一个校外活动的时候 来到我们的驿站 我们也可以就是说介绍让他们认识